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在外人看来,她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殊不知她日夜被人跟踪,差点死于非命 甚至遭到闺蜜和丈夫的双重背叛 女人名叫仔元,是一个智能家具品牌的代表兼设计师 热爱工作的她,做事累厉风行,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 有时实在累得不行,头隐隐作痛 她也只设吃药来维持精神 除了手握成功的视野,她还拥有幸福的三口之家 仔元为了工作,牺牲了很多私人时间 好在有丈夫做她的强大后盾 她才能放心地在前方冲锋陷阵 这天是仔元父亲的生日 忙碌的她甚至没有时间给父亲庆生 在给家人打过问候电话后,便匆匆赶回公司忙碌 途中,一辆汽车逼停了仔元的商务车 仔元以为是普通的行车失误,没当回事 让司机抓紧时间回公司 一来到公司,负责产品设计的尹组长向仔元回报工作 一项监控产品在设计上出现问题 需要延迟上市的进度 仔元感到懊恼,为了推出这款新产品 公司投入了大量的宣传营销费用 延迟进度意味着损失巨大 尹组长坚持起见 在他眼中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完美效果 才能出现在市面上,无奈之下 仔元只好同意 他独自留在公司,等待下属嫖李氏回来 和他商讨延迟上市的问题 忽然间,短空室外传来一声异响 一个放满公司脚牌的展示架红然倒塌 仔元看着满地碎片,心生疑惑 紧接着又收到一条短信 有人给仔元发了一张照片 是仔元早上将秘书扔掉的神秘花篮 上面还写着被信欺翼的人不得饶恕 接连发生诡异的事让仔元不寒而栗 他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刚刚打通警方电话 仔元听到身后的门响了 一个蒙面男人忽然冲了过来 仔元拔腿就跑,仓皇间弄丢了手机 仔元拼命跑回自己的办公室 及时将门上锁,还拉上房间里的百叶窗 他正要用固定电话求救 却发现信号早已被人切断 连社交平台软件都打不开 男人站在窗外盯着仔元 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男人拿起工具开始破坏办公室门锁 成功将门打开 拿着锤子一步步向仔元靠近 仔元害怕得浑身发抖 只能躲在办公桌下 幸运的是 朴李士骑士回到公司发现异常 男人见状赶紧逃离现场 警方姗姗来迟 向仔元了解情况 原来仔元已被人跟踪长达七年之久 对方一直用短信或者邮件骚扰他 偶尔会发来神秘礼物 像今天这样找上门来还是第一次 由于公司内部的监控还在检修 没能拍下男人的身影 而公司里所有成员都收到通知 知道今晚是定期检修的时间 警方猜测罪犯就在职员内部 对方早已知道监控的事 所以才会趁机对仔元下手 警方离开后 仔元把尹组长叫了回来 拜托对方明天代替他参加会议 尹组长担心仔元的情况 提出要送他回家 仔元已经变成没事人一样 心里只想着工作 还想去卖场看看 尹组长不解 为何在这种情况下 仔元还能有心情做事 在仔元眼里无论发生什么事 对他来说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话虽如此 仔元回想起刚才可怕的经历 仍是心有余悸 尹组长看了眼办公桌 上面还放着那款未设计好的监控产品 接下来的日子 看起来已经恢复平静 仔元一如既往的来到卖场巡视 一个白发男人走到仔元身边 想和他聊一聊 还说出了仔元母亲的名字 此人是一名保险员 声称仔元母亲生前 曾向他购买过保险产品 仔元母亲离世后 一笔高达五亿的保险金被受益人 也就是他的丈夫徐某临走 仔元母亲的死因是器官衰竭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他生前曾三次迎喝农药 被送去医院 最后都被医生判定为务实 这样的事连续发生三次 让人不得不怀疑 受益人具备犯罪的嫌疑 仔元一口否决保险员的猜想 受益人是他的父亲 虽是继父 但不管怎么说 母亲的死绝不可能是他所为 仔元要求保险员在调查清楚前 不得忘以此事 否则后果自负 仔元嘴上维护家人 当想到保险员提出的种种疑点时 他也不禁起了一丝疑心 事后仔元把保险员说的情况告诉丈夫 丈夫相信继父的人品不可能做出事期的事 让仔元别再胡思乱想 即便如此 仔元的心总感觉坠坠不安 隔天 仔元照常回公司上班 在电梯口遇见一个男人 仔元不经意看了一眼对方的衣服 当场大惊失色 连手机都掉到地上 这个男人衣服上的骷髅图案和那天晚上蒙面男人身上穿的衣服图案是同一个类型 好在此人并没有恶意 帮仔元捡起手机后便离开 仔元刚刚整理好心情回到公司 一个电话打来 对方是崔记者 听闻仔元公司最近出现骚乱 连警方都出动了 想向仔元了解一下情况 仔元否认公司出国事 匆匆挂断电话 并让秘书通知警方停止调查 现在传出这种负面新闻 会对公司的形象不好 向秘书交代完工作 仔元看着办公室外的大厅 想起警察说过 这里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仔元四处寻找 当天晚上蒙面男人可能留下来的物件 最后在桌角下 找到一张停车小票 仔元灵机一动 假装成车主到保安室要来车钥匙 用开锁按钮对着每辆车进行感应测试 顺利地找到了正确的车子 还在后备箱的暗格里 找到蒙面男人穿的衣服 证实车主就是当晚想袭击自己的人 仔元把车钥匙送回保安室 声称自己拿错了 然后躲在一旁观看 最终发现真正的车主 竟然是自己公司的引族长 这一真相让仔元瞬间毛骨悚来 在害怕之余 他第一时间想到找丈夫寻求帮助 奇怪的是丈夫根本不在家 仔元来到他常去健身房 志元表示丈夫已经三个月没来过 仔元又回到家里找人 发觉丈夫连手机都没带 习惯的是 手机上显示 丈夫正在和别人发短信 而且在对方阅读过后 他立刻删除了信息 种种情况联系起来 让仔元起了疑心 他怀疑丈夫在用智能手表 与对方发信息 便拜托下属通过手表上的定位功能 查出丈夫现在的具体位置 信息显示 丈夫就在他常去的健身房附近 仔元守在路边 看到丈夫确实出现在此处 接下来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仔元的闺蜜 宇珍也来到这里 他主动走到仔元丈夫身边 两人亲密的模样 看起来和情侣无异 尽管仔元无法置信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来不及多想 整理好心情 回到卖场 进行新产品发布的采访活动 接连来的打击 身边人一个接一个地背叛自己 仔元难过地无法呼吸 进行到一半的采访 也被迫中断 因组长看出仔元的异常 追上来询问他的情况 仔元警惕地看着对方 转身离开 不久后 仔元再次收到微信短信 对方正在暗中观察着他 仔元环顾四周 发现身后停着一辆银色的小车 他忽然回想起 曾经在他上班路上 也是这样一辆车 挡住他的巨路 这时小车在附近绕了一圈 竟直接向仔元冲来 好歹最后只是和仔元擦肩而过 但可怕的事还没结束 神秘的蒙面男人再次出现 一路跟踪仔元 仔元意识到危险 急忙逃命 无奈还是被对方追上 推入了江中 水警及时赶到 救出仔元 把他送到医院 仔元醒来时 看到围在自己身边的同事 继父以及丈夫 一脸担忧的他们 宛如披着羊皮的狼 仔元决心 要他们为各自的行为付出代价 本集结束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是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